這部食品就要看看病人實際需要什麼 很多時候腎衰竭吃太多蛋白質的食物 可能會令腎衰竭的衰退速度增快 一般來說我們都建議病人吃低蛋白飲食 每一公斤的體重就需要吃0.6至0.8克的蛋白食物 因為洗腎的病人很多時候在洗腎的過程中會流失很多蛋白 所以就要有些藥肝的補充 如果不是血裡的白蛋白就會偏低 影響了身體的抵抗能力 通常這些情況我們一般都會建議每一公斤的體重就要吃1至1.3克的蛋白質去補充 其實當然低蛋白飲食是可以減低腎衰退的速度 如果腎衰竭差的時間我們是需要病人要奉行低蛋白的食療 但是如果太低蛋白可能都會令抵抗能力受影響 如果太低蛋白不夠營養 身體會拆散你的肌肉 就會令肌肉的情況變差了 如果肌肉不夠強硬 例如肌肉不夠滑身 就很容易骨頭會裂掉或者斷掉 尤其是我們這些病人的骨質都是一般的 如果你肌肉不夠 加上骨質比較疏鬆 一掉下去很容易會有裂骨的情況 對病人也會有很多後遺症 例如呼吸也會有影響 甚至容易有其他感染 低蛋白飲食很多時候都會引起營養不良 有研究顯示 銅酸胺基酸其實可以幫助這些病人 正正可以補充這些不夠的必需的胺基酸 這樣就可以防止營養不良 從而可以減低尿素的情況 和可以減低腎衰竭衰退速度 如果當病人剛巧入院 而又發現身體內的營養不太理想 尤其是白蛋白是低的 我們可以考慮用靜脈的方法 輸送一些營養素給病人 這些營養素包括一些可以隨時用到的 安基酸 一些脂肪 還有一些微量元素 甚至是一些維他命都可以一起給病人 在腎衰竭的病人就不太建議 因為打火鍋其實也有很多醃製的食品 醃製的食品的輪質和甲質都會偏高 很多時候這些病人 這些電解質都會偏高 所以如果再打火鍋就不太建議 如果真是心愛打火鍋的 可能就少量 還有湯底要小心 例如最好用一些新鮮的蔬菜 不要用一些葉製的湯底 對於鱗和鴿的吸收都會比較少 另外就是很多打火鍋都有肉類 而這些肉類的脂肪含量都會偏高 正正就是這些病人 壞的膽的唇都會偏高 如果吸收太多這些脂肪都不是一件好事